好,当你准备好这几个素材之后 需要准备一个事情就是打开Solve的Maps 将它的这幅图 将这幅图LVSolveK 复制到我们新建的目楼Maps 复制进去 我这个地方已经复制好了 我们尽量不要在原素材的基础上来改动 都复制到自己的Maps之后 当然我也新建了自己一个文件叫Lyra 然后Maps 然后这个名字随便你自己取 之前我们取Aurion是叫做猎户座 Lyra是天晴座 因为自己非常喜欢天文 所以经常会用这些名字来做一些开发代号 好,另外还需要设置Lumen Lumen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全局光照 U15独有的 最强大的一个地方就是Lumen 动态实时的全局光照 它能够让你看到这个世界非常真实 非常有细腻 光很细腻 所以我们可以进入编辑项目设置里面 来找到Lumen 无论情况下 它是使用的屏幕空间或者是5屋 之前 由于是你需要使用静态光照 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而且静态光照是需要进行 前期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编译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动态全局光照方法 使用Lumen然后反射方法也使用Lumen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动态全局光照了 另外软件光线追踪模式 摸了你好了 细节追踪 另外还需要改一个东西 叫做距离长 生成网格体距离场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打个Distance 生成网格体距离场 把这个勾选起来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动态全局光照